好 今天是祥璇跟老婆柔柔 你們家小元寶的照片 我們看一下 他是比較像爺爺還是像... 我們猜 祥璇不要講 我們猜 這張好可愛喔 對不對 很可愛喔 滿月照 滿月照... 好可愛喔 就像奶奶 好像... 好像比較像我媽啦 這一張像爺爺 這一張像奶奶 對 對 小孩是變得快 對 牠每天都在變 每天的眼睛都在變 牠長得漂亮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 每一個都在講話 好可愛 你們去哪裡 抓了這麼多元寶 給他拍... 拍照在裡面 攝影師 把牠專門設計的小元寶 因為牠叫小元寶 所以他們專門幫牠 弄了一大堆這種... 你們兩個也修得太過分了吧 我有修嗎 一樣的吧 有啊 修成這樣還沒修 我看一下... 我跟你講 這就是油畫風啊 一樣吧 一樣的吧 修有比較油畫畫的一樣 小朋友頭髮真的很多喔 超多的 對不對 對啊 牠那時候罩子也是才... 就是... 就是離最近 大概一兩個禮拜前而已 對 那小元寶跟爺爺奶奶 有什麼可愛的互動嗎 這兩三天才回到家裡 然後剛回到家 小元寶就會哭嘛 因為不習慣 就是味道那些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牠半夜就不睡覺 牠三點喝奶奶 然後到早上八點都沒睡 就整個都超醒的 眼睛又這樣睜大看著我們 然後牠就是放下去 牠就哭 就大哭 然後奶奶 牠就馬上從房間衝出來 衝出來 說怎麼啦 小元寶 然後就看奶奶抱 然後就抱牠一整個晚上 然後牠也不會覺得不耐煩 那一下牠就說 你看小元寶在對我笑 牠很喜歡我 對 牠很喜歡我 然後隔天早上 牠就去跟大家炫耀說 昨天晚上牠不睡覺 牠一直在那邊跟我聊天 一直跟我笑 對 在那邊聊天 對 那妳婆婆有唱 醒來 把蕾摸哪兒給她聽 沒有 沒有 牠唱那個 妹妹背著洋娃娃 妳沒有想像妳知道嗎 對 她抱牠 妹妹背著洋娃娃娃 來 用玉玉大哥的方式唱一下 這是我爸 妹妹背著洋娃娃 到底在哪裡 看到 腳還要翹 我剛剛說是雅萍姐 那你爸呢 你爸怎麼照顧這個 他們的爺爺奶奶誰比較疼他 看起來誰比較疼 都疼耶 兩個都很疼 說真的都疼耶 兩個都超疼的 而且 爸爸就是他就是不敢抽菸 就是小元寶來家裡之後 他又幾乎都不太敢抽菸了 對 就那時候 菸放在他旁邊 然後他就是拿著番茄 一直吃 一直吃 然後看起來 他觀察得比較入圍 你知道 他說我爸一直在 盯著那個菸這樣看 然後又不敢抽 他不敢抽 他喜歡把它在房間裡面 然後他就拿番茄一直吃 對 一直吃番茄 解菸癮吧對不對 對他也比較好 有焦慮 對 焦慮 對 你們可不可以 你們也都沒睡好覺 你們可不可以讓爺爺奶奶 疼很久說 爸媽今天 讓他去跟爺爺奶奶睡 然後你們就可以好好睡兩天 有沒有 而且也可以再製造 再製造 下一代 我現在是會比較不放心 就是我感覺 我就像二十四小時都 一直看著他 除非就有工作那些會 那你現在怎麼辦 就工作就是給家人照顧一下 他剛剛一直叫我打資訊 他一直叫我打資訊 他剛剛一直叫我打資訊 對 他很擠人優聽 那我個人認為是 就是傳道橋頭自然是 你少在那邊光明正大了 也不是一樣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對不對 到後面一定都會的 說什麼 這個小元寶他很帶財 他需要什麼 過幾天就有人自動送上門 像在懷孕的時候 我們就是開始準備嬰兒用品 就是像什麼 床 嬰兒床 然後還有 買了 我已經買了 其實那時候 人家要送你買什麼買 那時候還不知道 我們只是想說 應該要幫他買個嬰兒床 然後他就馬上下訂了 結果隔天就有廠商 就是來問我們 就是要不要 就是要贊助 而且比我買的牌子還好 可惡 所以你們就是要再生 嬰兒床消毒 我就很多日常的用品 就是都有人 就是贊助那些 那個推車 我們才講到 才講到 每次講完 然後隔幾天就來了 幫小元寶買個推車 到時候可以推他 他去哪裡 怎麼樣 你們都在小元寶面前講嗎 沒有 就在肚子裡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對 然後就很懸 然後 這個真的蠻懸的 我們真正花到錢 好像只有買那一個 奶瓶 奶嘴 尿布也沒有 消耗瓶那種 我跟你講 奶瓶它還 也有人 也有人 你知道 對 贊助就對了 對 目前尿布還沒有 現在希望 可不可以講 那以後他睡不著的時候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應該買一些元寶 現在黃金還蠻提前的 對 對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要嗎 好像許願慈 你覺得他像你們兩個哪一個 像我 嘴巴像他 他是精緻版的我 漂亮版的我 然後嘴巴像他 什麼 我女兒啦 精緻版的我 漂亮版的我 漂亮版的 漂亮版的他這邊 很像我 然後我女兒有純珠 我們家沒有人有純珠 只有她有純珠 對 他這個人有一個 很明顯的純珠 對喔 還有純珠 所以一半一半 然後後腦頭像我媽 我媽就很高興 後腦頭 他這邊有一個 很圓啦 很圓 空頭的 空頭 圓圓的這樣 我媽也是圓圓的 然後我媽就很 你看 跟我很像 一樣的 對 其實 無論帶財還是帶什麼 但是最重要是要 平安健康 沒錯 我們家 爺爺奶奶有沒有包紅包 什麼獎金什麼的 有啊 是一萬塊還是一千塊 沒有 有六位數 對 六位數六位 包給小顏寶的 包給小顏寶的 一人一包嗎 還是 沒有啦 給小朋友 給小朋友的 對 給小朋友的 那去開戶了沒 還沒 你爸 你老公會把它花掉 沒有啦 我給他啦 對 我保管 好 來 我們請教一下 阿湯哥 什麼風水小物 可以讓寶寶平安健康呢 這很重要 對 其實我們知道小朋友 他出生的時候 他對於環境周圍的東西 是非常敏感跟敏銳的 當然有些小朋友 比較貴氣 比較貴氣 就是他特別容易 會遇到一些 磁場不好的人 或事情 可能如果沾染到的話 可能回去就不好帶 所以如果你的寶寶 屬於比較那種敏感型的話 晚上可能有時候不好睡 等等的 那建議你呢 可以在寶寶的那個睡床上面 可以掛一個九宮八卦牌 九宮八卦呢 代表就是藏傳口角 九宮八卦 九宮八卦呢 是文殊菩薩 開的一個方便法 因應世間呢 每一個眾生都有煩惱 對不對 還有每個眾生呢 對於這個風水啊 地理環境呢 可能會有一些沖刻 沖煞 人跟人之間的一些不合 等等的 所以九宮八卦上面呢 有所謂的十二生肖 那十二生肖呢 代表說人跟人之間 或是你的寶寶 不管是什麼生肖 寶寶跟誰對沖 它都可以化解一些 這種沖刻的一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在寶寶的 這個床頭旁邊呢 放上一個九宮八卦 有時候我們不是會有什麼 床木啊 還是什麼你睡的方位不對啊 當你都不知道 怎麼去判斷 或是說你對於這種 民間習俗的東西 沒有這麼的了解的話呢 那你放個九宮八卦 代表呢 破除一切的不合 所以你可以在寶寶 睡覺的地方 放床頭放上一個 那其實寶寶的那個床位呢 也是有風水的 例如說可能大部分都是 跟父母先一起睡 可是他的嬰兒車呢 如果你可能被門衝啊 或是在窗戶旁邊啊 或是他跟床位的 擺放的這一些禁忌呢 有一些抵觸的話 那你放這個九宮八卦 牌呢 也代表就是化解一切的不合 就可以把它化掉 如果你有什麼衝到 就把它化掉 所以讓他在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身心可以更加的安定 所以這是對他的 睡覺的這種風水呢 可以幫助他的 那第二個就是呢 有時候難免會想要帶出門嘛 不管打預防針 或是說可能帶出去玩 出國等等的 如果真的必須要帶出門的話呢 如果你的寶寶是屬於 比較氣場弱的 我剛講比較貴氣型的 或是說他比較需要有一些 福德來幫他的 所以有些小孩呢 可能我們在命理學當中呢 有所謂的小額觀煞 那小額觀煞呢 當然我們不是要迷信說 一定要去避開或什麼的 但是你可以注意 例如說有些小額觀煞 假設他可能有一些什麼車關 或是有一些什麼水火關 等等的 可能會比較被燙傷啊 之類的 你可能要去注意的 那建議呢 你可以身上帶一個 這個有龍的圖騰的 那龍呢 代表龍天護佑 其實在十二生肖當中呢 唯獨龍呢 比較沒有所謂的禁忌 很多人說龍跟狗 是不是相衝嘛 但基本上呢 不用太擔心 因為龍代表龍天護佑 所以很多的家長呢 都特別喜歡生龍寶寶 有沒有 所以龍年呢 通常什麼生育率啊 結婚率啊 都特別高的 所以龍呢 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吉祥化煞 然後是一個九五至孫的象徵 我知道了 所以以後出去 我媽屬龍 把我媽帶著就好了 對不對 把我媽帶著 只要帶著你把我出去 把我媽帶著 屬龍 屬龍對不對 對啊 護身符 真的 所以阿嬤會疼他喔 對 奶奶呢 所以你看喔 如果身上呢 帶一個有龍呢 或是有個 這個十字金剛杵的圖騰呢 代表就是破除 一切的災難的象徵 它可以帶來平安 跟吉祥的護佑 所以你身上 可以帶一個龍鷹 像它的龍鷹 都是仿骨的 但是呢 如果你經過一些 過個香火啊 開個光呢 它也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或是請那個佳靖 去看一下佳慶君 也可以啦 哈哈哈哈 喔 可以可以 佳慶君 弄我們家 地來了 它就是一個庇護跟保護 象徵龍天護佑 那十字金剛杵呢 帶有杵的象徵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龍鷹壁呢 放到身上 也都是一切吉祥 然後滿願的一個好兆頭 所以以上呢 這兩個寶物呢 都是可以隨身佩戴 或者是呢 你可以掛在它的床頭 都可以幫助寶寶呢 平安健康長大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